哈囉大家好,我是諾阳 很多人都很好奇我幾點之後都不再買衣服了 怎麼可能都不會有購物欲望 呵,怎麼可能,對啊怎麼可能 當然還是會有 在15個我還會買的東西的影片裡面就有提到 如果需要買,想要買的時候我還是會買下去 只是說現在變得很理性購物了 所以在購買東西之前呢 我會給自己設定很多層層的關卡要跨越 因為我真的很怕我自己之後又後悔嘛 然後又買到我好像沒有那麼喜歡的東西 不知不覺的房間又變回以前這個樣子 就很恐怖 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購買衣服之前會給自己設定的層層關卡是哪一些 那為了要讓大家更有畫面 我等一下會一邊搭配網拍的畫面給大家參考 但是就不跟你們討論這個商品是需要呢 還是想要呢這麼簡單的問題 有時候你購物欲望比較強的時候 這種太理性的問題是沒有辦法 把我們從欲望裡面脫離出來的 首先然後還迅速跑馬登過一遍 這件衣服跟我的衣櫃搭不搭 有哪幾件衣服可以搭配它 還有甚至是鞋子可以配哪一雙 這幾個問題是我一定會盡力耐下心思去稍微想過一遍的問題 因為搭配真的太重要了 過去我總是會買到很多衣服 但每一件好像都搭不太起來的困擾 你自己衣櫃有哪些衣服 還有大概最常穿的是哪幾件 然後它應該都有畫面吧 想一想自己衣服的衣櫃清單和這一件可以怎麼搭配 相信我有一些單品就是你想過一輪之後 你會發現你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發揮它的價值 因為你沒有衣服可以配它 想要買這件衣服沒有問題啊可以 但是你要先腦補出有沒有三套或是五套的搭配 讓你可以穿出門 好比我就腦補現在畫面的這件衣服 可以配我的灰色的窄裙 白色的短裙 然後塞進衣服或是不塞進衣服都是一種穿法 然後這件配黑褲的話好像是怪怪的 鞋子的話配牛巾鞋好像很奇怪 但如果配小白鞋的話應該很好看 但是我好像沒有很常穿小白鞋 就像以上這些之類之類的腦補練習 我覺得在你之後搭配上面 還有你現場做選擇上面會蠻有幫助的 再來呢是你要發誓 這件衣服它符合我的身形 如果你可以看著這件衣服對它講出這句話 然後你確定你不是在知識欺欺人 是因為它真的是符合我的身形的話 OK那我也覺得你可以買 你要確定喔你不是今天鞋子正好稍微更高一點 所以穿起來才好看 你也要確定你不是因為你剛剛有縮小腹照鏡子看 你才覺得好像很滿意 要買到合適的衣服絕對絕對不可以對自己現場說謊 至於談論到網購的話 我覺得最低限度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身材尺寸表 網路上有提供那種尺碼表 或是有試穿人員的試穿報告的話 內容就更好 再來是我的穿衣習慣是如何 我穿的頻率有多高 頻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舉無印良品的睡衣來當例子 很多的youtuber都推薦這家的睡衣 非常的親膚好穿到爆炸 他們夢寐以求尋尋覓密的睡衣材質就是這一件 它的樣式也很居家 小青青的感覺很符合我們女生想像中的那種夢想睡衣款式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是平常在家裡這邊抓一件短袖 那邊抓一件短褲就在家裡啪啪走的話 那我們買這件睡衣真的會乖乖穿嗎 如果你對自己建立習慣沒有那麼有信心的話 那我覺得還是在多觀望一下比較好 因為我們未必會擁有一件睡衣就養成穿睡衣的習慣 再來什麼場合我會穿 我們再來舉無印良品的這一件休閒棉褲來說好了 看起來非常的casual很休閒很好搭 聽起來基本款一定不會錯 欸但是我後來就發現其實不是什麼基本款就都不會出錯喔 如果我平常都穿白襯衫黑色窄裙 假日在家裡都隨便穿穿睡衣睡褲 外出找朋友的時候因為想要打扮但你要去逛街 所以可能會穿裙子或是牛仔褲 欸所以其實雖然很好搭 但是平常卻不會想要主動去穿這件棉繪的長褲 什麼場合可以穿是我們的理想 但是什麼場合我會穿是我們的現實 再來你住的地方天氣適合嗎 這往往也是一件衣服有沒有機會被穿出門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你是不是住台南還是你住高雄 平常有常常出國往一些很冷的地方城市或是國家跑嗎 如果以上都沒有的話 哈雖然很不甘心 但真的就是很難有機會穿到 我有一個跟我不錯的南部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他有一件非常好穿的羊毛大衣外套 但是真的都沒有機會可以穿 所以切勤買衣服還是要買比較符合當地天氣狀況的 哪有地方再給我們放那麼多不會穿到的衣服嘛對不對 還有舉我自己很怕熱的例子來跟你們分享 有一些布料比較厚的短袖衣服啊 雖然花園跟剪裁我都很喜歡 但是真的不會想要在大熱天37度的時候穿一件偏厚材質的短袖 放一放就會覺得OK秋天再穿好了 但是等到真的秋天的時候 可能又會有更適合秋天的衣服 一些很好看的博長袖啊等等的 所以就更不會去穿它 這樣子的衣服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不符合當地的天氣狀況嘛 所以根本就沒有出場的機會 再來是衣櫃有沒有類似的衣服了 如果你是屬於常常都穿的差不多 那你去買類似款的 我覺得沒有關係你就換著穿 怕的就是這一件你新買的 跟你就有買的那一件 喜歡的程度落差很大 變成你只固定穿某一件 另外一件就被遺忘在那邊 我有兩件長得很像的毛衣 可是我永遠都只穿其中某一件而已 因為就是那一件整體的舒適度啊 剪裁啊我都比較喜歡 所以其中有一件就一直被我放置 那反過來如果你是另外一種人 你不喜歡常常穿的一樣的話 那你就更不可以買同樣的款式 啊你都不喜歡一直穿一樣的 你買那麼多同款式 我不是很奇怪嗎 再來看著這件心動想要買的衣服 去想像它未來的下場會是什麼 講下場好像有點慘 講結果好了 以前有很多的衣服結局 都是被我塞在衣櫃的角落嘛 還有很多的衣服的結局 是最後被我斷捨離掉了嘛 極減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已經丟了那麼多東西了 也努力的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空間 那對於新天進來的東西 是不是就要格外小心 不然又不小心回到過去 那樣的生活狀態的話 真的很恐怖欸 我會想要再買到一個 未來它的下場是又要被我們丟掉的東西 對吧 買了你現在這個想要的東西之後 它未來會成為你房間的上上之雪嗎 還是它是過了一陣子 你會覺得 呃好像還好 然後想要丟掉的東西 我講一個外套的例子 幾年前很流行飛行的外套 我也有買 而且那幾個月確實非常非常常穿 我記得我當時還買三個顏色 超誇張的 但是買流行的結局呢 通常不會太好 像今年就沒有人在主打飛行外套 也沒有什麼人在穿了 那買流行品的下場呢 往往都是短期你會非常常穿 但未來很有可能就會變成 被堆擠的物品 跟你想要趕快去擠擠掉的垃圾 再來是這件我到底有多喜歡 回歸我一句常常在講的話 只買自己100%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有買到自己很喜歡的商品 你才不會因為對現有的不買 而想要買新的 這可以有效避免 不會買了又買 一直處在眼紅其他商品的狀態裡面 如果購物不只有當下爽 還可以延續那個幸福跟滿足感 我覺得這種人才叫做懂買 當然我們還是會有買錯的時候嘛 所以如果可以退貨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不要再心疼 那60元跟120元的運費了 買了一個590、690、990的衣服都不穿 那個錢才真的比運費貴的多太多 而且不只更花錢 你還讓你的衣櫃沒有空間 讓你的家看起來更爆炸更亂 其實就是花你一點點時間 去解決推換貨的問題而已 真的也不要捨不得花那麼幾十塊 或是100塊左右的運費 比起你未來還要去做二手拍 去回收啊那些時間經歷 相比運費是很划算的 我之前有買過一條好像1190元的褲子吧 然後結果也是買回家 大概快要兩個禮拜都沒有穿 最後我就趕快再推換貨截止日期前 去把它退掉了 該花的就花 然後如果有發現自己花錯的狀況 就更注意自己下一次的決策 聰明購物就好了 這是我自己目前的經驗 精準購物是可以被訓練的 現在想要買衣服實在太容易了 除了需要跟想要的原則 如果你還想要更精準買到 不讓自己後悔的單品 不妨還是可以花一點時間 想一下我剛剛上面提到的層層關卡 很喜歡一個東西很好 但是該滅的火還是要滅 不然我們還是只會 和美好的生活漸行漸遠 ok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訓練出 精準購物的能力 買到不後悔的商品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我們就下一集集點生活再見吧 掰掰